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他们是大草原的英雄 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增加了解 消除误解 走进语言大师 吐蕃鼠的世界 2018年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在浙江省安极限召开 会议根据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做出的战略安排 综合考虑当前林业发展水平 和人民对良好生态的需求等因素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指出 要坚定不移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 全面提升林业改革发展水平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做出更大贡献 你好 欢迎收看绿色时空 我是李威 吐蕃鼠这种长得像松鼠一样的动物 它们发出的叫声很大 而且它们的叫声都是有一定含义的 几声听似简短的警报 甚至能够形容出颜色和形状来 难怪德国有首名歌就叫吐蕃鼠 说的也就是这些事 但是之前在人们的眼里 吐蕃鼠可没有这么讨喜 甚至因为人们的偏见 它们还曾经遭遇过灭顶之灾 吐蕃鼠其实是草原上的英雄 如果没有它们 我们所认识的草原就会消失不见 这些会打动的猎齿类动物的艰辛劳作 创造了大量的基础设施 使得大草原吸引了其他的动物 各式各样的动物来到草原 将吐蕃鼠的家作为栖息之地 甚至于北美野牛 草原上最大的动物 也作为吐蕃鼠的邻居 而从中受益 它们的洞穴适宜于野牛搔养 如果人们认识的美国的牙医 他们常常认识的牙医 在这些牙医的牙医 有30-60万牙医的牙医 前来1800 但他们经常不认识的牙医 牙医的牙医 有5多亿牙医 在牙医的牙医 牙医的牙医 在牙医的牙医 在牙医的牙医 这些牙医的牙医 和其他大型牙医 在牙医的牙医 都给了百分之牙医 所以牙医 牙医 和牙医 和牙医的牙医 在牙医的牙医 都非常有十分之一 但不知为什么 本该被视为英雄的土拨鼠 却被人类看成是坏蛋 而我们正喜欢消灭坏蛋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移居到这儿的人类 对土拨鼠发动了一场战争 荒野的西部被开垦 大草原摇身变成了大牧场 而土拨鼠也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它们被视为小偷 被冤枉为偷走了最肥美的牧草 人类想出许多方法对付它们 大量使用剧毒饲料 杀死土拨鼠的方法 才造成了最大的影响 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以它们为食的动物 康恩认为跟其他动物的这种关系 是土拨鼠发展出复杂语言的主要原因 那如果没有这些捕食者 土拨鼠的语言会是怎样的呢 只有一个地方能让它找到问题的答案 那就是动物园 这些土拨鼠从小到大都被关在这里 它们从来没见过捕食者 那么当比尔和派翠西亚 把捕食者模型放进去时 会发生什么呢 这些被圈养的土拨鼠 会对从没见过的威胁 发出信号吗 土拨鼠登场了 很明显土拨鼠叫了 可是它们是在说土拨吗 现在我们有八个摄影机的摄影机 让我们有没有问题 和其他摄影机的摄影机 我们在拍摄的捕食者 叫到狗拨鼠 我看它在电视机上看它 看它们的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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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都知道 你仍然有个人的指导 但它们没有解释的 他们完全不同的 它们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它们的确发出了叫声 但听上去并不像是吐蕃鼠的词汇 现在轮到欢上场了 是他做什么还是只是看着它 所以有两个牙羊正在这边 有一个牙羊正在这边 另一个牙羊正在这边 我现在有一个牙羊正在这边 我现在有一个牙羊正在这边 我们有两个牙羊正在这边 然后这个牙羊正在这边 它是什么样的 它是不像我们以前的牙羊 它们的叫声就像是单纯的尖叫 是一种警告却没有任何意义 看来只有在屡次被捕食者威胁的情况下 吐蕃鼠才能发展出它们的语言 如果真是这样 这就是学习 这正是正规语言的关键特征 这是一个中国的语言 学习对每种语言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可是康恩从动物园得到的结果 能证明草原上确实有学习行为吗 如果吐蕃鼠真的是通过学习 学会它们的叫声 那么一定是发生在 幼崽爬到地面上之后 测试吐蕃鼠的学习能力 是所有证明吐蕃鼠拥有复杂语言的实验里 最重要的一环 康恩和所有吐蕃鼠的名誉 现在就全靠这些幼崽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总是会觉得 人类的近亲 灵长类 比如大猩猩 或者是像海豚那样聪明的哺乳动物 才能够担得起语言大师这个名号 这次吐蕃鼠专家康恩 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测验 越来越靠近事情的真相了 语言大师这个桂冠 到底花落谁家 到底吐蕃鼠是否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 拥有整个动物界最精致的语言系统呢 六月初 幼鼠们第一次迈步走向地面 康恩和派翠西亚分别试着寻找 幼鼠群较多的地方 没过多久 他们的努力就有了回报 第二开始装置一个全新的甲捕使者 可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一样的相似的 像是一样的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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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写击到这个线 准备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击击的温暖的温暖 这应该是很感兴趣的 这就是一样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现在注意了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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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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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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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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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暖 温暖暖 温暖 温暖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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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温暖的温暖 温暖温暖 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 温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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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温暖温暖 温暖温暖 温暖温暖温暖 温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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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温暖温暖 温暖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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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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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对于康恩和土拨鼠来说 都是喜悦的时刻 土拨鼠们出色地完成了所有语言测试 而对康恩来说 这些发现不仅仅是跟科学有关 他更希望人们能对土拨鼠改变看法 经过三十年的研究 康恩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向世人证明他大胆的断言 那就是土拨鼠拥有着动物世界中最复杂的语言 土拨鼠终于能走出北美野牛的阴影 并且站上舞台中央 成为草原上真正的英雄 他们将感谢一个人 康恩 这土拨鼠小小的身子却拥有这么复杂的语言体系 真是让人佩服 但是更让我们敬佩的是康恩和他的团队们 不管实验结果是否有利于他们的推断 他们都一直弃而不舍地做完了各项实验 让科学无限度地接近事情的真相 也许对土拨鼠来说 轻强的语言是他们代代相传的术果 而对我们来讲 康恩团队身上坚持正伪的科学精神 才是我们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好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感谢收看绿色时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